走在浓浓人文气息的圣洁曼大道上,很难不想找家咖啡厅感受左岸特有的氛围 双手咖啡馆对于初次造访巴黎的旅者,也许是个好的开始 在前往巴黎前,你或许已经知道这家咖啡厅的大名鼎鼎 所谓文人的咖啡馆,咖啡厅的网页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这份骄傲来自于这里曾经聚集的碧卡索 文学家记得,存在主义大师沙特,以及其红粉好友西蒙波娃,老人与海的海明威等等 不知多少的灵感在这里有了雛形,到最后发扬光大,也因如此的文学质感 双手咖啡馆在1933年成立了双手文学奖,专门发掘文学新人 咖啡馆的前身是家卖窗帘丝绸的店 一直到1914年才转为现在的咖啡馆 名为双手,南英店中的主要郎柱,有两座清朝商人的木偶像 多少岁月以来,这两座雕像一直聆听着咖啡馆的文人畅谈 以及凝视圣洁曼大道上的众生百态 推开重重的木门,穿着白长围裙的翘胡子试着,引着我们坐下 我们分别点了法式咸派以及欧姆蛋当午餐 再来杯咖啡以及热巧克力 在巴黎,上咖啡馆并不是刻意要品尝咖啡的 而是一种俨然已经钻入人们潜意识的生活态度 一种城市文化 有着傲人的历史过往,双手的价格可不便宜啊 洛林贤派就要10欧元,Cappuccino6.2欧元 许多人推荐的巷弄热巧克力也是6.2欧元 即便到了地下室上个洗手间,也有一个妈妈桑管理员在门口收小费 小费的多寡自由决定,但她那扑克脸色可不是小费多寡可以改变的 然而,我仍强烈建议女性朋友一访 因为洗手间里的镜子,灯光是让你看起来美艳动人的苹果光 在这里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容,是最适合也不过的了 有人说,我不在咖啡馆,就是在往咖啡馆的路上 我们起身离开这烟雾缭绕的左岸咖啡馆 为自己总算沾染了一些巴黎的气味,感到无比舒畅